赞成的有9系号 反对25系号 石虎保育条例可以回现任务 石虎保育自治条例6月4日闯关议会拼三毒 结果最后投票闯关失败 同一天有东宝团体发现又有苗栗的石虎遭到露杀 小石虎面目全非 东宝团体很担心这一只是不是他们一天前刚拯救放走的那只石虎 还好不是 但全台石虎数量一样是剩500只左右 并且因为露杀问题一直有减少的情形 为了守护石虎 很多人在网络上连述呼吁留给石虎七弟 5月天成员怪兽在脸书写 请一起守护环境 不只是为了栖息在自然生态里的动植物们 也为了未来的子孙与自己 演员吴康仁也分享连述网站要大家多多分享 还有一人陈维明也分享连述写花你几秒支援台湾 异界纷纷为石虎请命 想守护这全台湾仅存500只的 一级保育类动物